你還是得上這個 好大家可以拿個這個 看好一點 由於戰爭紅利的關系我們還是有東西給 不用扣東西 我們拿個678 等下就往完始動了 寶蘭熱手感 曹玉主播來受虐了不會 這餅乾沒有手打字 看這口味小小餅乾好甜哦 你們有吃過 白巧克力的巧巧米乾嗎 這個口味超甜的 我們應該打個一兩把然後休息一下 他等比賽他等下午天要報到 大連勝上九費戰意如何應該不太可能這一局 這一局 這一局能夠有個 八等正常抽4倍2就好了 我們今天玩瑞文 應該還是繼續玩瑞文 應該沒有應該不會換天賦 今天6點對阿今天6點 今天比較早 因為今天要打比較多場 今天要打到 打到那個 打6場所以會打比較久 來清德凍鑽 ok 燈燈燈燈燈燈燈 燈燈燈燈燈 燈燈燈燈燈 老實說其實有點不知道要要要玩什麼是吧 這鬼索其實 有一桌一其實可以不用合 因為鬼索這版本優先級 沒到那麼高 但合都合了 這把是不倒數陣 靠腰給忘了 這把倒數陣 算了也行吧 我忘了這局是倒數陣 沒注意 不過算了也沒有要賭 也沒有要賭薩米亞跟狗 所以也沒差 因為他們薩米亞跟狗被削了 然後也 我本來也不太賭這套的 所以就隨便 這裡面有蛇女就比較可惜 這邊的話這個裝備 直接活動嗎 又出夭壽 這把這個也不算壞事吧 他這樣起碼會讓 整個這個 東西不會那麼噁心 那我直接做活斗打臉 我直接做活斗吧 我直接升了 這樣這樣子的話代表這張結界就還不會出 不會出那個 倒數陣 我打的這樣應該都挺強的 沙皇回調了可以玩玩看吧 呃可以啊 我昨天比賽出了兩場沙皇 雖然第二場 雖然第二場是 拼多多沙皇沒有沙皇 但是昨天那把第二場我也想玩沙皇 然後吃了兩把 第一把我是靠 純粹的戰略沙皇吃的 第二把我是靠沙皇 龜磚法師吃的 因為那把下面四加沙皇 所以我拿不到沙皇 就只能轉陣了 最後還要玩叉雅 呃你如果要玩叉雅 其實叉雅 不一定是六雅雅三雅雅 你要玩叉雅的話 應該是看你那把進什麼比較多 你如果自費卡進的很夠 你可以直接 直接 直接3雅雅 然後四真服 帶豬女勝跟那個 戴恩 他如果你是 靠腰 每個是好的 諾克薩斯之關 這把弱轉感覺也是大便 怎麼會這樣 但是他都會打連賽拿弱轉吧 在拿醫療保險 就很難決定 拿諾克薩斯之關好了 先給鱷魚一個 哦這兩個先不要 主要是第二保險我這邊第一時間吃不到 而且我的質量可能沒有太大的幫助跟提升 我來看一下 勝率好了 如果是第二個採局 出的話是勝率高一點 第二個採局出諾轉的勝率 4.37 哈 第一個採局出諾轉勝率這麼低哦 我看看比選諾轉有你們 他意料保險勝率多少 意料保險勝率好像也不高 那我現在也沒選錯 4.66那這也是個雷包 那好吧選諾轉還是正確的 你直播好像延遲很久哎 真的假的 那你要不要開twitch看看 好像是因為 我看一下 好像是因為剛剛我開直播有卡了一下 沒有啊我看延遲沒有很久啊大概 20秒而已 20秒差不多吧正常 你要不要重新整理一下大概20秒的延遲而已 看了一下 沒有特別開延遲啊 哦對如果要賭艾希的話要最好是看情況 賭艾希的話一定是3IO 賭艾希可以留IO 但是 你要看情況啦其實 沒有一定 因為你艾希雖然賭到了但是你的那個 情況可能不一定 你如果要賭艾希最好順便賭賽特 因為你不賭賽特的話 只賭艾希前方會站不住 你如果賭賽特就可以考慮留IO了 因為你有IO轉 泰亞進賽特就4張了 隨便掛個勝再頂個卡瑪就留IO 然後再頂個珠妹什麼的 這樣會好一點 不過老實說 還真的不一定 因為萬一如果你後面冒出個什麼增幅轉 可以放6增幅在希也可以 很難講說實話 24前伏勾 我可以直接拉等 然後壓一波連勝 轉值給開4輸5諾克有料嗎 4輸5諾克我覺得 4輸5諾克 聽起來 因為蘇瑞瑪本身就只有兩輸是正常人 然後剩下來講 蘇瑞瑪要不就高蘇要不就 要不就那個嗎 你要不就高蘇瑞瑪要不就 要不就直接那個會好一點 所以感覺4輸5諾克聽起來好像沒料 不知道哎 不要問一個 那個好不好 雲玩家 你現在 就在問一個雲玩家 我就是雲玩家 你這樣問我這個雲玩家 跟找鬼開單有什麼兩樣 像這裡長這樣子其實我真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強 這樣可能會強一點 可是 剛好有點不確定 對 伍諾克 伍諾克應該強一點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我這把能追3可以隨便追個3 他應該不會 這個可以出個完全主宰嗎 如果這把出個完全主宰我就會玩了 這把如果不出個完全主宰 我有點不太會玩 說實話 我現在其實有點不太知道這邊要怎麼玩 就下去不要亂打 如果知道這邊能放最強我就放最強 至於怎麼玩其實我還真不知道 好 這邊居然還有同行 主播安安 比賽今天也加油 好的我會的 感謝 感謝支持 哎你們5點提醒我一下 5點我報到一下 那這裡再來一個諾克短我就會玩了嗎 鬼鎖給沙皇 或者是那個都可以 其實這把是可以留四書啦 因為這個換狗頭嗎 這換狗頭其實有一個很好的羈絆 重裝挑戰沙皇 這個其實可以滾 狗 狗的話到後面才有用 蛇女也沒有很好用 但這把有可能是高諾克 因為這把 我有 我有蠻多開怒的機會我還有一個鏟子 我搞不好可以開人口或者是再開個諾轉 當然再開個諾轉會比較好 開個諾轉可以奔著九諾去玩 可以賭一把九諾上線 可以玩玩看 反正這把不是比賽可以玩輕鬆一點 要不賭一首九諾 卡在很久才會放上去了 刹最頂的三件 綠殺人刀破防 破防是手套要戴那一個 這是理想中最頂的三件 當然你如果有什麼巨殺顆槍 那個也可以用用 有什麼就出什麼了 刹其實撿垃圾都行 刹啊之所以強就是他大概率 只要你有胡刀熱心撿垃圾他也很強 因為他如果出那三件強是強在他有機會 他有機會莫名其妙要射死對面後白 很奇怪 這角色有點問題 破牆角 手套有點多 大劍 有什麼角色專門是可以出殺人刀的 引起的殺人刀 然後 劍機 聽起來怪怪的 征服勇士轉 聽起來蠻白癡的 算了你先看一下吧 等下決定 這邊應該都會輸啊 但沒有關係 這把打的有點怪 那主要還是這局有點不知道怎麼玩 這裡是不是很正常的 殺命啊鬼屬我可以逃出來 偷偷殺人刀工 偷偷殺人刀工到底是要玩誰啊 我真的有點不知道 這個是贏的 潘朵拉這個拿很像低能但是 我好像不得不拿潘朵拉 因為最後這個裝要是留下去 我感覺我也很像低能 這個狀況是你繼續留下去 我感覺我也像是低能 還是直接賣了吧 應該不是不至於找不回來啦 你這個三把大劍三個手套 靠北你這不行 那你就是不想贏 PRO6央局前四嗎 去64個人裡面的前32名 所以就是今天盡量 打穩 不要太離譜 那把積分穩的拿到手 那贏的有贏下來就晉級了 我還有大頭的位置嗎 這局好像也沒有 到底可以有不要晉級 可以不要晉級其實晉級沒很重要 掌燒一點金吧 晉級滾吧 前面也不是太重要說真的 大頭會好一點 四血給前排頂一個都ok 排到館長 主播先電了 拜拜 也難餓不了啊兄弟 你這樣很難搞 我這把阿里亞還好多 可惜玩的不是法師 其實我不太會玩鐵男 而且我也不知道鐵男到底能不能出龜索 好 我的胖子有個東西了 啊 你發現什么小 長這樣還可以不出還可以不出的是吧 ok 你可以再過分一點沒關係 靠腰你長這樣還可以不出的是吧兄弟 誇張了吧 長這樣可以不出鐵男的 想要不要直接那蛇會好一點 完了剛來不及便 剛剛其實這里可以變一個盤甲 盤甲給家文的 盤盒給家文的 變個盤盒給家文會比較強 可惜了來不及便 不過以前會出軍旗了 這邊等一下吧 可以做個 其實我想找上新的泡麵把裝給劍魔 因為劍魔感覺會餓 先這樣吧 其實鬼魂鎖感覺真真真不太能出 畢竟鬼魂鎖這裝 A下加0.2跟美加差不多 還有小妮可 我還可以吃10塊 就說想把這坦裝給劍魔吧 有分了嗎不知道哎 等把這泡麵的諾轉給他應該就可以有分了 劍魔的話 他能不能搞個泰坦吧 泰坦然後諾轉給他 這把是長這樣 這把打完應該要測試了 先去報到 這把打完應該不是 敖搖咧 誰被電競投砍破 葉莎封刃 不如不出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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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鐵籃應該沒機會三沒機會三的 這是德馬西亞賭奎恩哦 哦征戰風暴順便開德馬西亞 你怎麼不玩爆衝法師那套啊 所以很多人都玩爆衝法師那套的說 鐵籃砍這個砍到萬天 把他砍死應該用不了 沒有好像贏了 如果一開始你知道天母會2的話當然是可以給斯底拉克啦 但一開始不知道 所以就沒辦法了 這把其實已經沒什麼C位了 還是建模不拿那個啊 建模不拿諾轉嗎 拿個破防好了 看在想到要不要給斯底拉克魔破防 當然不行我都幫他這樣洗裝了幫他洗先裝吧 沒必要 升九了吧這也沒提升了 因為這把你追不掉鐵籃砍有人在拿 所以你現在為了提升就升九 升九可以補個雷子補個雷子太晚了這一局因為這把他這麼晚補的一隻意義不大 所以我看可以補什麼就順便補 把阿里也行吧 只要你還要抽賽爾拿如果有招 阿里也行吧 現在我們拿艾瑟哥強嗎還蠻強的 因為艾瑟哥他他是個鬥士 鬥士能保障自己不死的情況下拿艾瑟哥幾個不錯 最強的當然是那個 腳頭老大嗎那肯定最強 他也要開玩家 但我們要開玩家 我們要開玩家 雷你也要連鎖 我們要開玩家 為了 你玩家 你玩家 甄酒開酒糯開不了酒糯可以哎 呃還真可以開酒糯哎 好啦如果有機會找到傷 有把有機會把傷害找回來 我把泡片扔的吧 可是泡片可以扔掉 好啦可以啦為了你們的觀看體驗 甄酒把畫面給扔掉了 也是可以啊有塞恩樂的話 當然你可以你可以那個 你先讓我找到塞麥拉跟塞恩好不好 現在都沒塞麥拉跟塞恩對吧 八字都沒一筆那我能怎麼辦 把暗夜收割 哎呦你們這樣要開酒糯的要求 我就不能我就不能給他裝了 你要你要你要開酒糯 好啦行啦行啦 開酒糯 打吃不開 你要開酒糯我這邊就不給裝了 因為你要開酒糯 你就一定他要拿個諾轉 然後你要放個芥末 不然你不能你不能賣他嗎 這關不死下關我低個薩米拉 跟低個塞恩出來我就開酒糯了 這邊我不直接升直接升沒錢低牌 好啦要開就開好吧 多開就開哦 其實加文很強哎說真的 你看他們現在百位他們站一起的 那個加文其實很難下 其實我寧願把泡片扔了 我也不想下加文說實話 因為這泡打好像可有可無感覺還不如 你啊 對不起給我一把大劍 這泡奶了 現在拆一張薩米拉 你們現在開始祈禱 薩米拉快回來吧 ok沒有薩米拉怪不得我 剛剛不拿新火嗎 加文身上有一個 泡麵比加文好吧 怎麼不能加文 其實還好因為這把泡麵是拿重創 我覺得加文比較強 有一說一我覺得這把加文比較強 主要三沒二 三沒二要靠加文彈 然後泡麵雖然有燒 都還行吧先這樣 還算了啦 不要這樣想了 我們剛剛想了等一下拿個諾轉吧 選修再拿個諾轉就不用考慮這種問題了 比拜啊找不到薩米拉啦 比賽不要測試了 雅 花 雅 雅 雅 靠腰 差一個鏟子 好先拿巫師轉去變好了 一樣的意思 先把那個泡片給尻下來 拿巫師轉去變吧 這個先給建模拿巫師轉去變 啊 他惡心了 我那邊寫得出來 我這邊不會考慮久諾嗎 幹的媽的 我這講話你們在聽 就找不到薩米拉要怎麼久諾 我在講你們是你們是關的聲音是吧 就在找那個薩米拉找老半天找不到 他這邊給我洗個諾轉出來我就不用換了 ok 沒有 他有了 就這樣吧 後面不要了 後面二星我就不考慮把他 後面二星三我就把他跟加盟換吧 如果有的話 來啦 久諾 這季第一場久諾 誰說起來這邊應該不算有吧 因為這個幸運商店是根據你的諾克薩斯來的 他可能刷不到3M吧 所以他就給你一個薩米拉 理論上來講 剛才幸運商店是會扁人的 因為我久等 我久等刷這種死東西給我 其實應該是要扁人的 但是 因為我要久諾的關係 而且我剛好找張薩米拉 找到快破產 這張薩米拉就變得很珍貴 這主要轉啥 再轉一個諾 你再轉一個諾轉這個就可以滾蛋了 如果你不要卡特 你看卡特不轉 那卡特滾你可以 就再轉一個諾 沒有什麼好轉的 就再轉一個諾 你這裡野作的諾轉可以用了 剩下都太垃圾了 不如不用 我快笑死 他媽的 為什麼有人 為什麼有人比賽直播 直播間那一件是公開的 他實在這麼難抽是怎樣 有 有弄是不是強超多 肯定 他呢設計師有說 基本上 你只要能湊出9的大羈絆 不論是九叔九諾九德馬 基本上都是最頂的 當然你包含9IO 不過9IO你要找外援 你找內援9IO會很爛 好吧 找不到 找不到這張 關鍵的轉折就這樣子 這把應該是吃了 太多轉其實可以上一上 因為反正最後一局 6IO6珍負 主要是他的數值給太多了 基本上這個人 這個每一個人是強自己快一倍 光是那個血條就打不打不完了 ok 九諾 那因為接下來要測試比賽服了 所以 這邊沒有下一把積分了 等下比賽服先測試一下